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7月22日 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傅小田怎么进了剑桥,又怎么弄了个傅小田花园 2016年6月29日上线的一期《腔腔三人型》节目中 三人从脱欧,讲到英伦情节 然后多文涛就一语说,尽管三人都有英伦情节 但是小田格外不一样,人家是剑桥 最近我也帮他宣传一下 因为小田在剑桥捐了个园子 傅小田连忙回应说 不是叫捐了个园子,就只是一种肯定和鼓励吧 徐子东就好奇,说他也看到新闻 他好奇,捐多少才能留个名呢 傅小田则可能在想办法转移话题 说其实这真的不是这个问题 真的不是数字的问题 窦文涛一语道破,说其实都是数字的问题 徐子东也开始言语 说现在剑桥有三个中国人的名字留在那里 窦文涛立刻一唱一鹤,说哪三个人 徐子东,徐志摩,金庸还有傅小田 厉害呀,这可能是这段对话里最免礼藏真的句子 傅小田这时候的反应可能是下意识的 他说,徐老师好黑呢 你知道我觉得好可怕,我当时一坐下 徐老师就说脱,把外套脱了 我都那么听话还非我 旁边的窦文涛呢就哈哈大笑 不知道是缓和气氛还是在想办法转移话题 接着他就立刻把话题转移到 剑桥存在脱欧派和流派上去了 在他们这期节目上线的半个多月前 2016年6月10日 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举行了 傅小田花园的正式命名和建造启动仪式 当天 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院长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唐纳德教授女爵与傅小田一起 在小田花园种下了丘吉尔苹果树 据介绍 花园计划半年内建成 届时将成为英国种类最奇的丘吉尔玫瑰花园 同时也将种上中国的玉兰和牡丹 象征中英两国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不过等了近三年 2019年5月10日 这个位于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小田花园 Shoutian Full Garden才正式开园 现在呀 成千上万的网民 都想法设法围绕着这个英国剑桥傅小田花园 哇呀哇呀哇 我们也换个思路 看看除了傅小田 同样在剑桥留下名字的徐志摩和金庸 和剑桥大学产生怎样的连结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 正是徐志摩这首著名的《在别康桥》 让许多中国人对剑桥大学生出向往 诗人徐志摩1920年 原在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 后来因爱上文学而转学 去剑桥大学1921至1922年了18个月 据说他经常从宿舍窗户 眺望Tins College国王学院内康和刘金的那段美景 1928年 徐志摩故地重游 11月在回国的轮船上写下著名诗作 在别康桥 徐志摩在1931年一次飞机事故中 不幸一年早逝 十年36岁 剑桥的人类学和历史教授 Ellen McFarlane-麦法兰 他说服剑桥校方于2008年 在一块大理石上刻上了徐志摩的诗句 当时也是在别康桥诞生80周年 在2018的8月10日 才又在诗碑的基础上将周围的草丛 扩充成徐志摩纪念花园 这块石头大有来头 据国王学院发布的相关消息 这块白色大理石的质地 与北京紫禁城内大理石完全一样 放在这里寓意为连接中国和剑桥的纽带 国王学院还表示 徐志摩正是在剑桥大学 国王学院游学期间读到了祭词和雪莱的诗歌 才开始写诗的 许多中国留学生都知道这首诗 在别康桥并被深深打动 它架起了中国和剑桥之间的桥梁 诗碑上没有英文 诗碑似乎专为懂中文的人们而立 这块诗碑如今已成为剑桥的意境 另一位和剑桥产生深刻连结 金庸 源于2005年 剑桥大学的校长理查德女士 阅读了金庸写的陆顶记音一本 赞叹不已 时任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推荐委员会主席的他 向剑桥大学教授会推荐提名金庸 授予其荣誉文学博士称号 根据规定 全校30多个学院的数万名博士硕士 只要有8人反对 提名就宣布无效 没想到 推荐金庸的消息公布三个月后 竟无一人反对 顺利通过 2005年4月5日 理查德女士亲自前往香港宣布此消息 朋友们纷纷祝贺金庸获得如此难得的殊荣 金庸却轻松自嘲道 没有人反对 大概是因为大家都不认识我吧 金庸前往剑桥求学 还和他的表哥有关 这个表哥不是别人 正是徐志摩 徐志摩在剑桥大学学习时 那时金庸只有8岁 父母常拿表哥作为激励金庸的榜样 金庸对父亲说 我长大后也要去剑桥读书 然而没想到 金庸在上海读大学时 正巧赶上国共内战 连个大学毕业证都没拿到 成名之后的金庸 一直渴望能真正地读一次大学 做一回学问 事业 金庸辗转难免 他决定完成营绕于新的剑桥情节 2005年6月22日 经过近两个月的奔波 金庸终于如愿以偿地 注册成为剑桥的学生 他辞去了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职位 从绚烂归于平静 8L岁的他开始了学生生涯 雍就读的是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 按照剑桥大学的规定 必须取得硕士学位 才能攻读博士学位 因此 金庸要先读硕士后读博士 在未来的三年中 他将修读世界史 中国唐代史 考古学等学科 2010年 86岁高龄的金庸或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发表的博士论文 题目是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 专门研究唐朝的宫廷政治 2010年9月 金庸被举荐为圣约翰学院荣誉院士 为了肯定金庸先生在文学 文化方面的突出贡献 2012年7月4日 金庸先生的对联时 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落成 对联时上的对联是金庸先生 在2005年为了纪念 在圣约翰学院的留学生活而创作的 花香书香前犬前犬学院道 讲声歌声 玩转叹西桥 石碑上的字迹 亦为金大侠手书 秦刚失踪后 英国高级外交官推迟中国之行 彭博社 由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从公众视野中神秘失踪 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 克莱维利推迟了原定的北京之行 秦的缺席导致克莱福利 原定于7月下旬的访问被推迟 两国目前正在考虑访问的替代日期 这种情况反映出 由于秦行宗存在疑问 中国的外交关系可能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习近平主席一直寻求加强 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关系 以避免与美国及其盟国爆发新的冷战 然而 有关秦的身份信息的缺乏 以及中国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 引起了投资者和官员的担忧 北京吹暖风 但中国企业家并不买账 纽约时报 中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 旨在增强中国私营部门信心的指导方针 这些指导方针在习近平主席任期内 一直受到严厉打击 然而 许多企业主认为这些指导方针毫无意义 且缺乏可信度 并指出政府打击私营企业和企业家的记录 该指导方针出台之际 中国经济面临着重大挑战和黯淡的前景 近年来 随着政府打压私营企业 扼杀创新并促进国有企业发展 该国的私营部门一直受到攻击 习近平对资产阶级特别敌视 偏爱国有企业 政府的高压手段损害了企业和消费者信心 导致支出和投资下降 为了恢复信心 企业主认为 政府需要实施系统性变革 来保护私有制和企业家阶层 然而 鉴于政府历来对企业家和私营部门的不信任 他不太可能采取此类措施 首席执行官表示 如果美国扩大对中国芯片的限制 英特尔可能会减少工厂建设 南华早报 英特尔 英伟达和高通等 美国主要芯片制造商的领导人 敦促拜登政府 在实施新出口限制之前 研究出口限制对中国的影响 芯片行业目前正面临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美国公司被迫限制对其最大市场的发货 高管们认为 限制并没有显着减缓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 因为替代产品和软件很容易获得 中国派遣数十架战机前往台湾 德国浪潮 据台湾国防部称 中国派遣了37架战机和7艘海军舰艇前往台湾防空识别区 其中包括殲-10和殲-16战斗机以及轰-6轰炸机 在此之前 台湾将举行一年一度的汉江演习 演习期间 台湾将进行旨在防御可能的入侵的军事演习 中国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并一直在加大力度孤立台湾 特朗普2024年获胜的计划 瞄准敌人中国并解决战争 南华早报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透露了他在2025年重返白宫的政策计划 他的建议包括禁止在美国出生的婴儿 自动申请公民身份 禁止变性人群参军 举行学校校长选举 以及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 特朗普的计划是由他第一任期内的一群煽动者盟友制定的 其中包括罗杰、斯通、迈克尔、弗林、斯蒂芬、米勒和史蒂夫、班农 他的许多提案可能会面临法庭挑战或难以通过国会 特朗普连任的野心并不广为人知 因为他的巡回演讲和集会往往集中于他对政敌的不满 而不是他的政策建议 然而 他的竞选团队正试图通过关注政策来区分他和其他共和党候选人 特朗普目前在初选民意调查中领先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是他最接近的挑战者 落后约30个百分点 芯片战争激发了电视剧的灵感 但北京正在为真正的情节大转折做准备 南华早报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警告说 由于美国的贸易制裁 中国芯片行业正面临严重破坏 尽管如此 中国发展强劲数字经济的国家战略和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 为中国芯片产业提供了技术升级的机会 中国对美国芯片出口限制做出了回应 对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某些产品实施销售禁令 并限制对半导体制造至关重要的稀土金属的出口 日本现在通过要求向中国出口某些半导体工具和材料获得许可证 加强了对中国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作用的控制 实际上禁止了他们获得日本产品 与此同时 中国正在转向国内半导体行业上下游企业之间更密切的合作 以克服先进芯片设备进口的障碍 军情五处负责人警告说 学生是间谍活动的磁性目标 电报 军情五处负责人肯 麦卡勒姆警告说 对于试图窃取英国大学研究机密的外国间谍来说 学生是很有吸引力的目标 麦卡勒姆强调 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等国家正在试图获得先进材料 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研究机会 他警告说 科技进步的竞争与冷战时期争夺太空 经济成功和军事主导地位的竞争一样重要 麦卡勒姆发表此番言论之前 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 该报告声称 一些大学在接受与共产党政权有联系的个人的资金时 忽视了中国带来的风险 声岳法学教授何卫芳告别近40年的职业生涯 南华早报 著名法学教授何卫芳即将从北京大学退休 结束了长期倡导中国司法独立和法治的职业生涯 他已对中国司法制度直言不讳的观点而闻名 他是众多因持不同意见而被压制或审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 他一直是中国法律体系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 并曾受到寻求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的外国领导人的拜访 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他公开批评政府对疫情的处理方式 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撰写旨在对公众进行司法系统教育的文章和书籍 而受到公众关注 他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反映了法律界的主流思想 尽管受到广泛尊重 他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遭受左翼人士的谩骂和侮辱 导致他于2013年关闭了自己的微博账户 法国外交官 中国不应该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 南华早报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高级外交顾问伊曼扭尔伯纳表示 有迹象表明 中国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可用作军事装备的物品 尽管规模不大 伯纳邓针钦说 这包括双重用途技术和非致命援助 美国官员对从中国向俄罗斯转让军民两用设备表示担忧 这可能对乌克兰战场产生重大影响 自2022年2月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 中国一再否认向俄罗斯运送军事装备 随着时间的流逝 北京准备好与达赖喇嘛重启谈判了吗 南华早报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示 中国官员最近已与他联系 但重启谈判可能很困难 自1959年反抗中国对西藏控制失败以来 达赖喇嘛已经流亡了64年 北京将他的西藏流亡政府视为分裂主义组织 分析人士表示 谈判可能会很困难 因为北京可能会要求更多让步 而提供更少回报 这会给西藏方面带来困难 中国足协调查两名足协高官 路透社 据国家体育总局消息 中国足协两名高级官员涉嫌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调查 这些调查是针对中国足球的 更广泛反腐败调查的一部分 中国男队只获得过一次世界杯参赛资格 而女队的战绩更好 将于周六开始征战世界杯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 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 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 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 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和动态3w.62brief.c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